当前,全球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生态环境的挑战,而福建省长厅县成功治理水土流失的经验,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借鉴。 2021年10月,长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,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生态修复典型案例,向国际公开推广。 中国水土流失治理可以向世界分享什么?国家灵草局咨询专家,福建农林大学校长兰斯仁,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。 我们在治理的过程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,但是都不要巩固,因为在治理的过程中,老百姓的生计并没有得到改善。 治理了一段以后,劳动力没有从商商解放下来,他又回到商商去开放。 又造成了新的一轮的水土流失治理,所以这个经验的启示就是我们说的,不能救水土流失治理,谈水土流失治理,一定要和我们的经济发展,产业发展,民生改善,紧紧地结合起来。 第二点体会,这是我们推动水土流失治理,一定是要采取这个系统治理的模式,山,水,林,田,福,草,沙,系统治理。 第三个我觉得,要调动我们广大老百姓,老百姓没有参与进来,民众要是没有参与进来,是不够持续的。 长廷县曾是中国南方洪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,草木不存,洪壤遍路,山岭一片赤色。 山光,水浊,田寿,人穷,是当时自然生态恶化,民众生活贫困的真实写照。 1985年以来,长廷县累计减少水土流失面积114.68万亩,水土流失率从1985年的31.5%降至2020年的6.78%,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,过去的火焰山变成了绿满山,果飘香。 长廷经验不仅对中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,也是向世界讲述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的良好范本,在传播中国生态智慧,贡献中国绿色经验方面意义深远。 我们比如在选择绿色植物恢复的过程中,既要考虑它的生态功能的强大,生物的多样性。 但我们同时也把能够产生经济效益,比如说把一些金果林,就是经济林木,果树融进去,包括井草,它井草能够根系很发达,能够恢复生态。 它还可以作为实用性的培养机,它就有经济收益了,有经济收益,它就又反过来,对这个治理有更大的动力和积极性了。 这就实现了一个良性性化,国外就很欣赏我们这个做法,那不就成为一种中国的方案,中国的智慧了吗? 我认为对全球的生态治理,世界各国的水土保持的水土流逝治理,都有很好的这件意义。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,掀开了全球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新篇章,中国取得的绿色发展成绩有目共睹。 蓝斯仁表示,世界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,背靠背,肩并肩,共同守护地球家园。 治理水土流逝是一种过程,它是要推动人与自然和谐,是推动我们说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性,不断要治理好,不再造成水和土的流逝,这是一个起步的阶段。 更多的要让它的我们的生态系统能力更强大,更好对赋予人类的发展,那么实现了人和自然之间和谐共生,这个推动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性发展,这才是我们的目标之所在。